体感好 解采 今天これ也是 FRin致堂 为大家主持 繼早前港隊剛剛揚威完杜拜之後 剛剛又揚威新加坡 這麼值得慶祝的事 當然要重溫一下他們的英姿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新加坡克蘭芝馬場上演的 新韓國際杯賽馬日 我們港隊派出多匹精英角逐當中 兩項國際一級賽 先看1200米Chris Fire 國際短途錦標 方家拍馬房的天狗 在柏寶的拆騎客 勇奪冠軍成功衛免 很棒, 他們有很多玩意 雖然他七歲, 他很高興 他今天已經破壞了他們 很簡單 是, 當年有紀錄片 我們很興奮, 待會, 完蛋了 而之後的2000米新韓國際杯 大摩馬房的花月春風 在背拖未拆騎之下順利勝出 為香港賽區連續第二年 包辦這個賽日的兩項一級賽冠軍 這是很棒的旅行, 很棒的勝出 很棒, 讓香港再次重複 我們昨年做的事 從香港出發, 到世界上競爭 像我們在柏寶, 我們有幸運 我們一組一組一組, 現在我們有另一組 新加坡是一位我的監獄地區 我曾經歷來這裡, 像我早前說的 我曾經歷來這裡, 我曾經歷來這裡 再次重複, 再次重複 我們昨年做的事, 每次的運動都很瘋 外面有些嘉賓, 又去玩 今天來到沙田馬場的原因 不是參與一項盛事 就是2014年亞洲電視賽馬日 住場找到了很多美人 而且氣氛還非常熱鬧 亞洲電視賽馬日2014年 在沙田馬場隆重舉行 一眾藝人打扮得漂亮的現身馬場 齊齊歷頓賽事 其中重頭戲 當然是一群千六米亞洲電視杯 對, 參戰馬啪啪都強勁 沿途透得非常激烈 結果由若項摩雅馬房的進馬名區 勇奪冠軍, 恭喜 上星期跑馬地那邊 充滿了法式風情 接下來這股法國風潮實行繼續吹 接下來星期三晚 跑馬地馬場會繼續上演 法國五月之夜 到時場內會有Hip Hop舞蹈員 和人體雕塑表演 賽事方面就有法國賽馬會杯 和法國五月杯 暢情流浪馬會望熱 最後提提大家 星期三晚跑馬地會有夜賽 記得回去好好備戰, 拜拜